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币圈老韭菜,大家早上中午晚上好 前面我做了个视频,没想到声音没开 好,那只能重新做一下,这期视频我们快速的update一下 那首先呢币圈还是在跌跌跌跌跌,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 现在又有所回升,比特币重新占上了5万 那又出来一个巨大的利好消息对比特币 以太坊还是在3800左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最近这个几个小时发生了哪些重大的消息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就是那个大猩猩币啊 我们知道大猩猩币的它的marketing 它的营销,它的传销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mean coin 但是呢它触犯了龙岩啊 可能他们鬼老不太了解中国文化 竟然说要搞一个挖矿,然后搞一个什么battle 要和我们的习铺一起进行个battle 我们习铺我们知道是影射我们的一尊啊 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还搞了一个什么习铺token 这个在国内绝对是不可能的,这触发龙岩 所以导致啊很多的地方说它辱华 特别是我们知道在加密货币圈很多的交易所都是中国人开的 都是华人开的 那很多这个事件影响很大 据说抹茶啊,什么GATE GATEIO啊 还有那个什么 OKEX啊,火币啊 还有什么LBANK啊等等等等等等 很多的交易所啊都不堪忍受啊决定下架这个FEG token大猩猩币 导致这个FEG暴跌 暴跌啊,中盘暴跌最低的时候跌到0.0001 跌了75%以上 那现在有所那个回升,对吧 现在有所回升 好,这是啊最新发生的一个热点啊 大家,大家那个叫什么 在,在国内绝对不可以,呃,那个 对我们一尊不尽的啊 好,就无子之外呢 这个哥们我看一下它总结非常好 在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了几个一些大事件啊 首先就是使币GOT VATELICT 对吧,被V神给搞掉了 那早上说过了,V神他抛了2%的史币 套现大概一个亿美金吧 然后资助了,呃,印度的,呃,COVID-19的一个,呃,那个一个,一个基金会 然后早上也说了啊,比特币被Elon Musk,呃,给Dump了 Elon Musk官宣啊,特斯拉不再接受比特币进行支付 还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的Tether,就是USDT 他的,那个,那个Reserve,就是存储备,那个储备,详细的报告出来了 这个储备的详细报告出来了 还有Grayscale呢,也开了一个Large Cap Fund 就是大资金的一个Fund 那我估计这个每个人进去的额度至少要50万美金,甚至100万美金 还有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Sailor大哥,Sailor gotSailored Michael Saylor又开始启动买买买买 我们看一下,Michael Saylor又买了271枚比特币,对吧 平均价格高达55387美金 从2021年5月13号截止,到2021年5月13号截止 那个Michael Saylor他的公司MicroStrategy一共拥有91850枚比特币 购买价格超过22亿美金 平均价格在24403 因为我们知道MicroStrategy是一个美国上市公司 所以这些财报他必须都要公布的 那么可以看到MicroStrategy和Micro Saylor是非常看好比特币 一路买买买的,从来没有抛过 只是accumulate 好,那这个是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还有他说什么,最重要的是麦当劳增加了最低工资 可能美国增加最低工资 然后这人说比特币被抛售是因为麦当劳增加了最低工资 当然了,这是这个人的搞笑 好,那基本上就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最新的update就是这样 我们看那个大猩猩币Fact Token最终会何去何从 让我们最终来看一下 又有最新的消息啊 听说大猩猩币他的认错态度良好 有一些锁开始慢慢的帮他恢复了 那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确实大猩猩币最近有所反弹 最低到0.01,现在到了0.02,又反了一倍 Anyway吧,让我们拭目以待 那再次感谢大家 这里是币圈老韭菜 我们下期节目见,Peace